从现世间无太好兵器 一拍照福与惊天地 情和意不忍舍弃 九云公布与空涌变幻器 尽是渴望消耀手我路 他会起誓的剑墓 要祝我梦境灵天震怒 代价太高 修行按刀上 无奈各配赴了哪不见立场 尽了千倍了恩义 几时难以绝对未退让 从现世间无太好兵器 一拍照福与惊天地 情和意不忍舍弃 红颜旧梦化不准 封吹马尾千条线 好 好, 情景交融运延天城皇上 真是好惧 朕只是垂心而发 真正的好惧 还要看皇儿和皇孙的下戀 有了, 皇爷爷 现在想到下戀了 孙儿献酒 羽打羊毛一片箭 好, 对得好, 对得好, 对得好 风吹对雨打, 马尾对羊毛 千条线对一片箭, 简直是一绝 皇长孙果然名不虚传, 才学过人 确是不错 皇儿, 那你呢? 二臣日有一句 说 一朝隆伦万点金 好, 对得好 气势磅磅, 不同凡响 有如相据, 画龙点睛 虽然我是一戒无虎 但是我也听得出 诗句里面的非凡气概 没错 燕王不止气以牵握 而且 连对下戀的队 都这么有王者的风范 一朝隆伦万点金 淺乃飞龙腾的景象 实乃有天下之大 舍我奇迟的喜白 老臣佩服佩服 丞相, 说得好 丞相, 但你过长了 本王财疏学前 只是富庸风雅 相对于允蚊的下戀 实在俗气得多 非也非也 这句下戀如果出自凡夫俗子之口 当然显得霸气了 但是出自燕王口中 就尽量他的雍容气度了 没错 允蚊和皇叔相比 实在相迎见绝 我就觉得王长孙的下戀 意境非凡 非常人可以领悟 怎样呢 他两个的下距各有千秋 朕一时间也分不出高低 既然今天高丽大使 是座上的贵宾 不如就由你决定 我? 微臣空无点蜜 不懂得这么高深的东西 都是皇上的定段 不要紧 反正他们都难分高低 就凭你的观感 你选一个出来 那听起来王爷那句 好像一幅画似的 气势得来又澎湃 澎湃得来又奔放 应该是皇爷那句吧 好, 说得好 既然是这样 朕这杯没走 就相比燕王 借皇上, 公公喜燕王 和叔才师个人 侄儿实在输得心悦食福 韻文 以后你要多向皇叔学习 孙儿知道 想不到真是热闹 除非没那么好看 連二线房的食物都吃了 你不是很怕入皇宫吗 既然是好玩的 偶尔中去也没所谓 最糟糕 你思想太简单了 皇宫里面是你如我诈的地方 我怕你玩得太高兴得罪人知 这次的表现也算挺得体 水果 虽然很无点物 但也看得出皇爷父对戀 有个人之处 其实我什么都不懂 但听起来 真是皇爷父对戀 顺利点就选皇爷吧 老哥给我 我有吃 朝中有色之事 都被皇爷的才华接奉 皇爷无论在文才和智才 都在皇长孙之上 皇爷的将来必定一片光明 将军 皇爷真是令人陰激 我说的全部都是真心话 并无可疑奉承 那倒是 我行走江湖 足跡遍及大江南北 要数富庶之地除京城之外 就遇到皇爷的封地 这些天下百姓有目共睹 正所谓追之在浪 锋芒自然外露 想掩飾根本掩飾不到 波数在下多然 皇爷似乎擔心的是 这件事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 皇爷一个人自斟自饮 未免太直薄了 不介意请在下喝一杯 求之不得, 丰兄, 请 皇爷客气 我和丰兄虽然萍水相逢 但是丰兄合固人心 一直令本王敬佩 请 皇爷过奖了 作为做事, 但求心知所安 對了, 皇爷今晚 遭到的满满不落 何以见得呢 说在乃坦然 今天在皇上的宴会上 皇爷以個人的财情 赢了群臣的赞赏 表面上皇爷是赢 但实在上去输 愿民其长 皇上身性差异, 不轻易信人 当皇上未視一个人为心腹 而这个人竟然赢盡人心, 锋芒不老 对皇上而言, 这种表现 更像一种威胁 一种如意本分的野心 但也因为这样 皇上和皇爷一直有职若离 皇爷在皇上面前 总是进退失据 不知如何自处 风起不但武功高强 仲观人于微 实在令人佩服 实不相瞒 父皇与我虽然血脈相連 但是父皇做事 喜怒不迎于食, 心以难察 有时的意这确 令本王无所释助 难怪有人说 令作尋上百姓 也不怨生于帝王之家 皇公跪就, 真是一点都不以错 就连我父子都互相猜度 其实皇爷的财干 只要和皇上收好关系 一定有大作为 若要本王事事揣策盛意 曲以奉迎, 去討父皇 那我和宫中的蠶慎 又有什么分别呢? 豈能尽如人意, 但求無愧于心 我只求做好自己的本分 做我应该做的事 说我应该说的话 其他的事就随于以安 好, 皇爷果然是光明磊落的真君子 可以真正做到民心无愧 正所谓公道自在人心 皇爷的负心 皇上终有一天会明白 来, 再敬皇爷一杯 請… 師父 当日风大哥是为了救我 所以才肯私行雙修大法 如今途而体内的雙修果毒已清除 而同时帮风大哥回复功力 徒儿自知犯了门规 请师父讲罪 为师父 为师父只问你一句 你是自救还是为了救封小孩 而决定做这件事 为师父 你起身再说 多谢师父 不认为师父 不认为自救还是救人 当时的形势这么危急 也没得你选择 或者这些就是天意 为师父 为师父 不认为你 不过 如果你对风小俠伍生出乘素 为师父就有点担心 虽然风小俠本性纯良 為人正正 可是他和你师姐始终有夫妻关系 直至如今仍然糾纏不清 徒兒不敢瞞騙師父 徒兒的確忠誠於風大哥 但徒兒明白 風大哥對師姐情根深重 雖然師姐對他無情無異 但他依然未能夠忘情 說不定他現在已經回到師姐身邊 所以徒兒也不敢厚望 好, 緣起緣滅, 非人力所能阻止 或者你和風少俠真是有緣人 一切就為了徐緣 為師亦不變乾詞 如今, 你應該放下心事 趴開兒女私情, 以正事為重 浪大俠和旁邊大戰在職 這一戰關乎中原武林的傳亡 浪大俠武功蓋世 加上花雲刀重新出竅 難道師父還擔心 花雲刀也敵不過旁邊的魔宮? 旁邊的功力甘非食鼻 雖然浪大俠的花雲刀再現江儀 但他始終忍退這麼多年 坦白說, 為師恐怕浪大俠 沒有必勝的把握 萬一旁邊贏了 摩斯公的力量勢將顛覆大明江山 天下就岌岌可危 我們仍不可以坐視而不理 既然浪大俠已經積極備戰 我們應該組作部署 配合浪大俠打擊摩斯公 我已經收輸一封, 你立刻下山入宮面聖 入宮面聖? 威斯當年扶朝皇上得到天下 這麼多年來, 天下大定 但是皇上的行事作風已經有變 威斯恐怕他已經失去了 當年號召天下人心的力量 賢斯太太他近況好嗎? 託皇上鴻福, 家師很好 賢斯太太和朕潑別多年 一直在靖寨隱居, 不聞世事 今天忽然派來來找朕 想必是有要事的 皇上命測, 家師派夢遙前來 的確是有要事跟皇上相討 好, 上姑娘不妨直說 相信皇上亦聽聞 近日摩斯宮的旁班蠢蠢欲凍 還相約朗番雲大俠決鬥 家師擔心他會借基天覆朝廷 所以希望皇上提高警覺 聯合武林正道, 打擊旁班的郎子野心 這封是家師的書籤, 請皇上過目 賢斯太太, 太紀人有天 朕自得天下之後, 為了防蒙古人造反 但早已將元朝的皇上勸滑殺光 其餘的, 不是被遷徒到邊疆不無之地 就被徵調去做丁奴做婦姻 經過朕多年的打壓 他們的民族已經四分五裂世孤獨 完全在朕的掌握之中 絕無翻身的機會 市民又怎會有能力造反呢? 但是旁班不是普通的蒙古人 他城府極深, 武功更加深不可測 他一直對前朝念念不忘 而且深受蒙古人尊崇 只怕他鎮備一呼 就可以令蒙古人重整旗鼓 到時如月已成, 恐怕就難以收拾 朕的江山故藥金堂 單憑旁班一個人, 就想顛覆天下 你師父太抬舉他了 皇上, 此事非同小可 為了天下蒼生, 請皇上三思 朕乃一國之君 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天下白色 朕認為蒙古人不成氣候 好, 這一點是絕對不會看錯的 雖夢瑤直言 皇上表面上鬆容不迫 完全不將蒙古人放在眼內 但以夢瑤所見 其實皇上處處防範 半點也不敢鬆懈 你憑什麼這麼說? 就在這個羽花園 就潛藏了一支精銳的侍衛 夢瑤相信這對侍衛深藏不露 平日一定是半步, 也不敢離開皇上 如果皇上真的對蒙古人不屑一顧 但可以高枕無憂 又何須日夜提防? 這裡皇宮這麼遠 守衛深藏又有什麼稀奇呢? 船姑娘, 你就自作聰明, 大驚小怪了 蒙古人需不需要提防 皇上心中有數 夢瑤只是轉大家師的心意 希望皇上明白, 團結就是力量 不必多說 皇上, 你回去跟賢師太說 就不對此事自有指張 多謝她一番心意 既然如此, 夢瑤亦無話可說 告辭 蘇東 皇上, 宿客無臨 居然被外人拆腳藏身之處 秦夢瑤不愧為賢師太下告足 何方英雄何必藏頭露尾 請現身一見 秦姑娘 在下御前侍衛統領葉素東 剛才職責所在, 不必現身 這次美徐是要代皇上傳物旨 奉皇上口語 慈航靜齋康扶大明皇室 忠心可超日月 夢瑤姑娘畏則難心, 機智過仁 足以擔當重任 皇上決定跟武林同道合作 打擊旁班 一切就聽從賢師太太和秦姑娘的安排 至於在下的一支御前衛隊 也會隨時協助秦姑娘的安排 低道皇上既已重任 家師一定很高興 我會將這個消息轉告家師 同時聯絡八派, 共謀對抗摩斯公 希望今次朝廷跟武林同道合作 互通消息, 一帶摩斯公有任何異動 朝廷的精兵也會加以配合 將蒙賊一舉殲滅 是呀, 走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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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呀 走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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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呀 送給你 我記得你說過喜歡雀鳥 你當作為我少許心意 是呀, 走呀 風大哥 風大哥 你走得多快, 我想叫你也記不住 想不到我們會在應天府重逢 人家是循環風越好 但我覺得只要和喜歡的人在一起 無論去哪裡,風景一樣漂亮 不知道我應不應該恭喜你呢? 恭喜我? 你不是和師姐從十九好 一起浪跡天涯嗎? 當日離開雙修府 我只是想隨便說她的意圖 所以才跟她走 其實我知道始終我相信的是你 我只是給她一個說真話的機會 結果她喜歡承認是由我去刺激旁邊 在她心中始終只有一個魔頭 既然到不同不相為謀 我早已和她或清界線 這段時間真的會活著你 你沒有介意 怎麼會呢? 我送給你 很多隻雀鳥 每次想起你,我就有織這種雀鳥 老大人 我送你 威! 我先在這兒 我會ı說的 搭ý旁邊 誰再看我 我愛你 你愛你 我愛你 誰再看我 你愛你 看來今天你心情也不錯 沒有,在市集訪的老朋友還有狗 一個秦夢瑤就令你這麼開心 看來你對他也挺認真 你連我的行蹤也不放過 我不放心的只是秦夢瑤 那什麼值得你擔心 池杭靜齋一直守護朱元璋的王朝 這點大家都很清楚 你跟他門下弟子交往 我恐怕你一定會有好結果 雖然夢瑤是賢靜鵪的弟子 但是他心靈大意 就算之外蒙古日也從無排斥 我們兩個之間發生太多事 就是我最失意的時候 他對我不離不棄 我相信我倆的事 絕對不會有愛復活大業 你背負的是我們民族的未來 有時候有所犧牲,在所難免 如果為了兒女私情 不妨礙國家大事 那你就辜負了大家對你的期望 你放心 我相信我可以做到情意良全 我絕對不會有負責任 你怎麼打人家 你忘了嗎?如果你一想錯話 我就可以奉紙打你 我何時想壞事 你晚上在這裡看我 還不是赤前輩上身 我沒打算看你,只是找你聊天 怎麼樣?痛不痛? 你嘗試讓我咬一個人看看痛不痛 對不起,最多以後都不打你了 那倒不,你不打我,我怕我做錯事 那就怎麼樣?我都不知道你何時才想壞事 何時不想 那倒是,算了…連我殺錯無可放過 總之你覺得我想壞事 就一個人打我來,別留手 傻瓜 這樣被你打,比還好在雙風敗族的事 你知道爹多餓了 有甚麼人走錯走,把我泡豬籠的 你現在假的都是高麗大事 他怎麼敢泡你的豬籠 他不泡我的豬籠,但黑起臉對著我 我都覺得自己差三年了 他黑起臉,你就和他鬥黑了 說得這麼容易 對了,其實你今晚來找我幹甚麼 對了,都要幫我棍掌碟記錄了 過兩天,在市集那裡 有一個人鳳陽來的雜傻戲斑 又唱鳳陽花鼓,又玩雜傻,不知多熱鬧 還有很多消息,要叫你玩 好呀,我每天都在家裡,悶到死 我怕你爹不給 不用怕,我們趁爹早朝時分頭出去 豈不是神不知鬼不覺 有得玩,連爹姓甚麼都不知道 出得很冷 爹姓,有公公來找你 韓大人,皇上有請,要你立刻入宮 早點都沒吃,這麼早入宮? 韓大人請放心,大人如果肚餓 進到宮中,自然有美食招待 你要點美食? 我換衣服進去吧,你先走… 你記著要快點 好…公公,請 慢了…早點才進去 正經事要緊,先進宮 進宮?沒口好吃的 你不明白了,皇上怕人毒他 御膳房煮身出來的東西 就一定要人先驗過,終於皇上吃南飯菜汁 你不覺得其實他挺可憐的嗎? 我覺的,我覺得平凌百姓比他還開心 一個人吃不好睡不好,心情很差 那可能這就是他喜路無常的原因 反正你要去市集吃東西 不如順便帶他回宮 有興趣的話可以叫皇上一起吃 可能吃完之後皇上心情大好 不會再隨便找神打出去 是呀,怎麼想不到? 參見皇上 韓伯,過來,坐下,到朕捉回門企 甚麼味道?韓伯,你帶了甚麼在身上? 皇上真是英明 我今天帶了灰番薯和臭豆腐過來 你帶了這種人進宮 那我見宮中的火食這麼差 就帶點地道小食給你試試吧 混帳,宮中所有食物 全部有預膳防攤制 你敢說皇上吃得不好? 如果皇上吃了宮外的食物 出了甚麼事,你擔當你喜嗎? 無緣無故,我為何讀皇上才行? 這些東西我一向都會吃 剛才在市集吃完,又不見毒死我 我…真的不吃? 胡鬧,不吃我,我吃 真的好吃,熱騰騰騰 聽說過兩天虛市那裡 還有鳳陽來的雜技藝人 到時候又花鼓又雜耍 還有地道小食 一定很熱騰騰,好玩而已 對了,皇上,你也是鳳陽人 那一定適合你玩 不過沒用,說來也浪費氣 皇上心居間出,也不會出去襯虛 你說完了沒有? 說完我們下棋吧 先幫我們說 來 來 買了臭豆腐、灰番糞進去也是沒用 竟然我自己吃光了 皇上真的一點興趣都沒有 那倒不是,我看他流口水 不過可能還是怕我去讀他 皇上的疑心真的很重 所以說,做皇帝做好感有甚麼胃 甚麼人都不信 我想他悶得自己跟自己說話那種 所以不就整天召你入宮 召我沒用的 我又不是特別英俊,又不是特別風趣 還要開口看著你那種 頂撞他就有份 就因為你是這樣 皇上才喜歡對著你 因為你是唯一他不用提防的人 不明白 就算讓你頂撞兩句也無相大壓 皇上反而可以放鬆一點,自在一點 那如果幫到他,多進幾次宮就無所謂 你對人這麼好 其實我沒想過會被人利用 那利用就是幫到別人 如果用得著就隨便拿去 最重要就是幫到別人 你耳誠待人 就算那個人真的利用你 也不會加開餘了 鳳陽花鼓? 少主,你帶我來就看這一篇 再過幾天 就是京城滿年最大的虛事 來自鳳陽的寧人 每一年三年都在這裡表演 這個就是我們的部署? 對,沒錯,放牆線釣大魚 我相信這次一定有人會想跳 未到開市那條街上這麼多人 那天一定更加熱鬧 當然了 聽說鳳陽的藝人 都來了這裡表演鳳陽花鼓和雜傻 你以為我們的皇帝會不會來這裡 搓熱鬧呢? 我猜就不會了 皇上他就是鳳陽人 雖然他也會思鄉情節 不過這樣,這裡人又多又雜 又微服出蠢,你猜演戲嗎? 可以,做皇帝很可憐 吃東西怕被人毒,外出呢? 又怕被人殺,怕我坐牢 你幹什麼? 幹什麼? 你怎麼這麼大力氣打我的小孩? 男人看女人而已,天經地義 是嗎? 鳳陽… 什麼?你真是… 是小姑娘 循孟燕? 過去打個招呼吧 慢著 幹什麼? 事有QK 你看看,他扮桂花鼓 你看他的樣子,像蓮子蓉的口臉 還不是走到會晴郎嗎? 走到客棧了,全部被我好中了 慢著,這間客棧的風大哥住在這裡 畫公仔才把我當出場 那是什麼? 你到現在還不知道他們倆的關係嗎? 什麼關係? 去雙修府之前,他們倆已經眉樑眼去 現在蜜堂的口臉 還不是感情特非晚盡嗎? 不是呀,你們說過程姑娘是禁冰雲的師妹 那風大哥畢竟是她的師姐夫 關於這麼尷尬,怎麼會一起呢? 是呀,我想也沒想過 男女之家的事你們倆不明白了 表跳淑女,不知好求嘛 那倒是,近姑娘這麼壞,程姑娘好多 是呀,我就說沒可能了 風大哥對近姑娘用情這麼深 怎麼會這麼快變深? 妹妹,男人的事要變好意而已 不是呀,你不讓秦姑娘進去找別人嗎? 未必是風大哥呢? 不要爭辯了,去看看就知道了 慢著,如果我中了怎麼辦? 請你多吃一串冰糖葫蘆 也好,萬一我都吃完了 不用要這串,走吧 好 風大爺,來了嗎? 秦姑娘等了你很久 風大哥 你來了嗎? 你吃了東西沒有? 沒有 我買給你吃的 桂花糕? 上次你說喜歡吃 剛才看到我就再買給你吃 好吃嗎? 好甜 好甜 A毛兒妹,我也想吃桂花糕 杭烈哥,你真是鬼,原來你們 這麼巧,你們都來了哪兒去吃? 我們早就來了 不過秦姑娘在眼裡看不到我們 杭烈哥 原來你就是秦姑娘? 剛才來遠看不清楚 原來近看是這麼微青目獸的 難怪得風大哥會… 這是虛爺月少爺,虛將軍的剪刀 你好,我就不太好了 因為你輸了一串冰糖胡撈給他 好了,閒話說完了 我們來打個招呼 通氣點,走… 別這麼快走,這麼久沒見 免得妨礙你們 這麼黏… 是嗎? 你們打算去哪裡? 沒有,去到哪裡玩到哪裡 如果不介意的話,不如一起吧 你們也不介意,我們當然不介意 是呀,走 小小子,為什麼不在這裡釣魚? 這裡的環境還差一點 轉個彎之後有一個湖 順便波平如鏡 不僅可以釣魚,我洗澡更爽 這麼爽? 那就好了 待會兒有時間可以下去浸水 一定很舒服 我又下去 浸水? 你這個色情人又想錯事? 不要呀…我打算拿毛巾給你 別走 拿毛巾給你 你… 貴妃,你不要見怪 夜月小姐就拿領牌打韓拍 不過韓拍也能讓她打 天下志祺之事,莫過於此 我把毛巾給你 真是… 真的不是,是尊王 淳姑娘,我替你去摘野果 這裡有野果摘的嗎? 這裡沒有,過到對面河那裡就有了 來… 怎麼了? 在雙修虎路發生什麼事? 說來聽聽 沒什麼?就是療傷了 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這麼簡單 我相信你志祺 孤男寡你們兩個在一起這麼久 會什麼事都沒發生 看你的風大哥就知道 以前經常拿口拿面,現在全都變冷了 以前他有太多事困擾 現在終於可以拋下所有不開心的事 包括近鏡子 你可是我給大家看 你喝一杯 神祿 你哪兒 這座 你吃得好嗎 我還不回家 我來個蝶貝 我可以找到羽毛巾 我以為發覺結交到真正的朋友 真的很開心 是嗎? 你今天不開心嗎? 不是,他們的確很好人 不過有時候就有點口不擇 也不是,他們說的都是真心話 你不介意嗎? 我為什麼要介意? 我應該謝謝范大哥作親 他說了我的心底話 一直以來都是你照顧我 現在很應該由我照顧你 對了,來京城這麼久 你有沒有去過雞鳴子? 沒有 南朝四百八十子,以雞鳴子為首 山上還可以觀星 不如我們今晚去開眼界吧 但是今天天色麻麻 就算搶到山,也未必見到星星 那倒是 不如明晚吧 好 我們走吧 好 不好意思 少主 我來遲了 不要緊,坐吧 鳳梁你的玩藝人已經蜜蟒緊固 如非虛使道開朗表演 我們可以駕拍人手,捐款布施 讓虛使搞得有勝有勝 無求將朱元忠引出皇宮 這件事交給你請未去辦 我有些更重要的事想跟你商量 大好何先生,不久之後將會盡歸你所有 他日大蒙德與光復,波斯的功力最大 龐班身為蒙古人 為民族做事是理所當然 不過有一個不是蒙古人 仍然為我們民族犧牲良多 這個人你更加要珍惜 你說的是…是你妻子兵運 一直以來他都聽從我的安排 在你身邊服侍你 用種種的手段勾起你的記憶 而他忠於大功告成 我們的王者終於都重現 所以最大功勞的應該是他 兵運不僅聰明 論知識,論財情,都是世間難求 只有他才是舉得上你 但他對我的感情 兵運對你情深義重 你絕對不需要懷疑 你和我已經拜堂成親 他已經是你的結法妻子 是將來母兒天下的蒙古皇后 所以你絕對不能辜負他 我已經安排了你們明天一聚 你要好好對待他,知道嗎 這也… 他一定會做不做的 你會做的 我不想做甚麼 我 Kellem的順道 我一順我 我跟他倆 我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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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走 我先走 我看你 我先走 好 風大哥, 你終於來了 恭喜你恢復記憶 成為真正的蒙古勇士 他必烈的子孫 有你領導族人 蒙古王朝, 重振有望 怎麼會你身為漢人 反而希望我們蒙古人重長江山 難道你的民族感情也沒有 先姓先賢, 說的是天下大同 並非是一家姓的天下 如今的君主視蒙古人如草戒 只要非我族類 就連諸久都不如 這種暴君, 人人得而諸之 宗主說得對, 只有改朝換代 由你來做皇帝 才可以改變這個天下 我相信你是真正的王者 他是執掌江山 無論漢人還是蒙古人 大家都可以安居朗孽 你放心, 到時無論漢人還是無人 一定無分彼此 那我就沒甚麼可以做 我相信你會說, 真正的王者 能夠做皇帝 你不能說, 見到皇帝 你不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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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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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我真的做不到 我真的做不到這場戲 對, 宗主吩咐我的事我都可以做得到 但是感情的事我真的無法顧慮 我已經盡力了, 對不起 你當初奉師命運入莫師公 目的是除去旁班 為何後來反而背叛師門 和旁班赤上關係 一切都是天意 五年前, 我奉師命隻身去摩斯山 找尋摩斯公的巢園 當日我是慈航靜渣的大弟子 得到師父委爾重任 的確是決心斬妖除魔 誓與魔教中人為敵 結果我找了三天三夜 都找不到摩斯公所在 當時我一心要殺死旁班 即使醫生殉道, 亦在所不適 我決定用苦玉計 當時我心想 只要有一個摩斯公的弟子 發現到我 我就有一線機會 於是我就不管什麼方向 連廠都亂撞 黃天不負有心人 我終於被摩斯公的人救了 我昏迷了三天三夜 這個人就一直在我床邊照顧我 她的眼神很善良, 很溫柔 令我覺得很安心 當時我無法想到 救我的人 原來就是我一心要殺的大魔頭旁班 當我知道她就是旁班 一時的感覺很複雜 但我很快就跟自己說 旁班親手救了我 正是上天的安排 這個魔頭注定要死在我手上 我傷勢好之後 就被旁班收為下人 我內心等候機會 因為我知道 一次失手就絕對不會有第二次 你知不知道彈鑑螂 勉強可以彈奏 戴技藝操梭, 難登大雅 那你聽不聽得出我剛才的言外之音 我突然好像忘記了自己來摩斯宮的目的 剛才的一聲嘆息 似乎帶著比海更深的唏噓 一代魔頭, 難道… 獨貴愛酒醉, 仇恨總過去 醉或山, 都不可原對 為何命運換我共睡 仍舊要說句, 如虎亂記句 不可原, 都不可原, 都不可原, 都不可原 難得可以去愛, 既珍惜你再 哪句日後寂寞過未來 如此分開, 是非抑壓著愛 冷漠回頭來, 無意外 情情, 真不愛 誰忘掉, 者真心記載 無謂再, 延續銘記那心同愛 沒有 無謂再, 延續銘記那心同愛